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滑稽 最搞笑的一次登基大典了 文武百官是被金兵老鹰捉小鸡一般的 一个个从家里捉出来参加典礼 在刀枪的逼迫下跪拜行礼的 当他们有气无力地向着龙椅山呼万岁时 龙椅上却是空的 那个被穿上了皇帝龙袍的人 也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侧着身子向着东面拱手站立在龙椅旁 就是不肯朝南坐上去接受群臣的叩拜 这个一脸倒霉相的皇帝 就是金人在消灭了北宋之后 福利起来的为楚国皇帝张邦昌 说起来 张邦昌也是近世出身 做官做到了宋朝的副宰相 金兵围攻开封时 他因为立主合议 就被派去谈判 金国将领一个大嗓门就能将他下个半死 那副胆小如鼠的模样 给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金人要扶持一个傀儡皇帝 这个爱哭的小老头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了 于是 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被迫在拥戴书上签了字 唯一硬骨头不肯签字的 是宋朝的御史忠诚 也就是最高检察长秦桧 秦桧在这会儿表现得还很有气节 这也给他后来在南宋朝廷里 挣足了好评分 但当时的情况却有些不妙 他作为不合作分子 被金人抓到北方去了 张邦昌听说大家都签了字 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经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麻烦大了 大家之所以签名拥戴他 并不是自己深得人心 只不过是大家想尽快把金人给忽悠走 而金人前脚一走 后脚就该轮到他倒霉了 这个皇帝不能当 坚决不能当 小老头心一横 居然想拔剑自杀 旁边的人夺下他的剑 一脸不屑地对他说 你先前作为宋朝的臣子 去城外跟金人谈判 那个时候不宜死抗争 为国捐躯 现在宋朝都灭亡了 你再来自杀 你这是要害满城的老百姓都遭殃吗 因为金人已经放出话来 这个皇帝要是选不出来 就杀光全城的老百姓 于是 全城的军民发出一致的吼声 快点当汉奸吧 你快点当汉奸吧 别叽叽歪歪了 张帮昌就这样不情不悦 哭哭啼啼地被套上了 并不合身的龙袍 负责组建新的领导班子 据说登基那天 正好碰上一个大雾霾天 今天的人对雾霾习惯了 那时候的人看到日月无光的样子 都觉得不是好兆头 文武百官都一脸沮丧 张帮昌更是脸色大变 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当然也有几个铁了心 张帮昌心里那个恨啊 当面训斥他们 毕什么毕 我还是我 我只称我 绝不自称镇 他还传令百官 千万不要对他下拜 他亲笔书写的命令 只能叫首书 不能叫诏书 也不设年号 不用天子的礼仪 皇宫里的所有宫门 都给封起来 宫门上贴上 陈张帮昌紧封的封条 平时 他也不穿皇帝的龙袍 除非是荆国的使者来了 他才临时急急忙忙地换上 对着使者哭一会儿 其余的时间 他就找个地方躲着 就这么一个消极代工的皇帝 金人道也不管这些 对他们来说 消灭了一个国家 又重新扶持了一个国家 侵略者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大伙都特想念家乡的酸菜和火锅 该打道回府了 临走时 张帮昌去送行 这会儿他连龙袍都懒得换上了 穿着一身红色的官袍 张着一把红色的伞盖 一点皇帝的遗仗都不碰 金人道也有点可怜他 问他要不要留一些兵保护他 张帮昌连连摆手 坚决拒绝外国驻军 金人又是叹地问 那么 就派一个贝勒也留在这里 当特派员怎么样 不行 不行 贝勒是你们金国人 在这里住不习惯 再说了 万一他被抵抗组织暗杀了 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张帮昌坚决不要 金人道也不勉强 压着宋朝的两个俘虏皇帝和宗室嫔妃 臣辽百宫三千多人 浩浩荡荡地回北方去了 金人前脚一走 开封城里果然就出现了打倒卖国贼张帮昌的标语 张帮昌心里那个恨啊 当初逼着我当汉奸 现在又来打倒我 我老张怎么这么命苦 更加让他害怕的是 各地的宋朝官员 秦王兵马都纷纷向他发出声讨的文书 声明要来兴师问罪 张帮昌将他的好友 兵部尚书吕浩问召来 哭哭啼啼地问吕浩问有什么办法 吕浩问脑子倒还清爽 给他想好了办法 金人将两位皇帝和皇子皇孙都一网打尽了 但开封城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被抓去 他就是宋哲宗的皇后孟皇后 当年他已经被哲宗废掉了 移出宫外居住 所以才成了漏网之鱼 管他现在还是不是皇后 毕竟人家做过皇后 你赶紧去把他请出来 让他垂帘听证 另外 听说康王赵构已经到了应天府 准备重整大宋河山 你赶紧派使者去联系 让康王回京来主持大局 这样 你才可以漂白自己 我还漂得白吗 张帮昌一脸苦笑地问 吕浩问心想 你都到这份上了 要漂白还真难 但漂不漂得白 总得先漂着看吧 于是 张帮昌像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完全按着吕浩问的主意照办 只做了33天皇帝的他 又将自己降回了原址 为了表示诚意 他还亲自赶到应天府去迎接康王赵构 赵构曾经与他一起去金营当过人质 算是共患难过的 见到赵构后 张帮昌那是伏地痛哭请罪 把脑袋扣得头破血流 哭得赵构都有些同情他了 好言相劝 答应免他死罪 但赵构手下一班主战派 像李刚 宗泽他们就不干了 我们辛辛苦苦搞抵抗运动 怎么可以跟你这个汉奸 同朝为臣呢 赵构也没办法了 对张帮昌说 哥们 你的名声实在太臭了 他们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就去外面溜达一圈吧 就把他贬关到了谭州 中国人是特别看重名分的 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 张帮昌其实也不是自己要做的 他这也是被赶着鸭子上架 但这只鸭子 却是注定要煮熟的了 后来 李刚他们还不依不饶 又抓住张帮昌的 生活作风问题大做文章 生活作风问题 倒是最不至死的 但问题是 张帮昌这个生活作风问题 发生的地方不对 对象也不对 事情还得从他当 大楚皇帝的33天说起 这33天里 张帮昌当然不能回家去睡了 金兵看守着宫门 也不让他回家去 那么只能睡宫里了 一个人睡在宫里 郁闷哪 有一个不被皇帝宠信的老嫔妃 待他很好 经常给他弄点小酒喝喝 张帮昌也正无聊 借酒消愁 这个嫔妃大概是想拍大楚皇帝的马屁 把自己的养女送到了张帮昌床上 小老头酒后乱性 也没能把持住 就这么 犯下了淫乱恭维的作风问题 这一下 赵垢也保不住他了 一道圣旨赐死 叫小老头自行了断 据说 这个胆小鬼接到赵书后 还徘徊退避 不肯自尽 在执行官的严令逼迫下 他才仰天长叹几声后 上吊自杀 有意思的是 张帮昌的伟国号是大楚 而他上吊的地方 是潭州的平楚楼 看来 这家伙处眉头也是天意 不过 对于李刚他们 硬要处死张帮昌的做法 历史上也有不同的争议 从最大范围的搞 抗金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说 似乎留他一条小命 也没什么害处 毕竟张帮昌这个汉奸 当的也有点冤 张帮昌之后 金人又扶持了 刘豫作为齐国的皇帝 有人劝刘豫 及早改嫌更张 刘豫说 你们没看到 张帮昌的下场吗 这下汉奸们都不敢反正了 这是水智轻则无余的道理 张帮昌最大的毛病 就是胆小如鼠 他亏损的是个人的敏捷 却没有做过 什么大奸大恶的事 与后来的秦桧相比 他实在是个 小的不能再小的汉奸了 而李刚他们 嫉恶如仇 对他痛打落水狗 其实也是失策的 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 贪生怕死 恐怕也是人性的弱点 如此严厉地 惩罚人性的弱点 致使那些犯了错误的官员 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了 对于张帮昌的经历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